哈哈哈哈 我捡了游行 老公啊真美 好棒哦 他胖 好苦力 快掉了 哈哈 好棒 不要管他 他腿好痛 嘿 大雪纷纷 我们今天去接孔雀 接孔雀的老公们 哈哈 雀的老公很远 我们要开三个小时了 来到一个小村 看看小村的邮局 喝个车哭似的 嗨 真的是游行 嘿嘿 火警游行 怪不得刚刚路上这么多人 在那看 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呢 看看老公们真美 哎呀 原来这才叫 我别激动 我不伤害你 哎呀 这是爸爸 妈妈 他已经掉了尾巴了 好漂亮 他的尾巴已经掉了 秋天掉了 好好看 这是一只马吗 这么小 小矮马 哎呦我妈呀长得和牛什么 这是小矮马 是小矮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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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给他 但是有50% 50% 可能 他可能 瘦 可以 被脂肪 太弱了 他们要把 把尾巴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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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白的好看 白的 好帅 好帅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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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儿没 啊 又一只死鹿 这都被吃了 还是怎么着 壮的 太惨了 我的天 这不看 不看钉太丑 看头吧 死不明 watching 热吗 温的 温的 好噁心 看看今天早上的惨 这是谁被吃干净了 这有一撮毛 这有一滩血 再往前 大王别吃了 这肯定不是大王干的 大王不会吃这么干净 还有一坨肠子 不知道把谁吃了一个白鸡 大王 这绝对不是大王干的 刚才问他了 他一点毁过的感觉都没有 肯定不是他 这应该是一个花熊之类的 大王是你干的吗 这是你干的吗 是你干的吗 你看他没反应 不是他干的 破案了 这不是大王的也不是大侠的 这一个就是一个 换熊 他顺着爬爬爬 我估计他上去了 我们就这一个窗户没有玻璃 有一只鸡就是萌萌亮的时候 他老喜欢自己下来转悠 行吧 我知道是谁了 应该是一个安佐 下篮蛋的 最近是怎么回事 心痛了 和谐一家人 我今天没把他们放出来 我觉得 我外面的鸡棚还没有修好 我怕这个弓的飞跑了 我要把它照起来 才敢把它丢出去 看看他漂亮呀 帅哥 我决定叫他花狼 像不像 那个青楼头牌 那个花魁的名字 就是要这种效果 嗨花狼 你看你漂亮呀 他好安静 一进来以后 这几个 这两个美女就挨着他睡了 一点都不认生 你俩也是 没有节操是不是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小哥 你看他身上的羽毛 好多花纹啊 你再看这个 灰土土脸的 而且他才四个月 然后我家雀是五个月 放了一起一笔 就少了一截 我们家雀 怎么这么小啊 可能他们光想吃好的 就天天等着 然后那个 给他们准备的这个 这个粮 他们就吃的很少 就有谁放的 他也不吃 又饿着 就要等我的面包 和其他的吃的 哎呀不行 以后得让他们 做一只鸟 太惯了 你好好教一教他们啊 做做鸟 逼辈的 你不是家里的宠啊 这段时间 你们两个可能会受点罪 哎呀习惯就好了啊 雀儿 可怜你们哦 雀儿 他们还是不太敢出去 你两个 走快走走走走 出去转转去 对出去啊 出去让我拍拍你们 真是 这个宠 探头探脑 不敢出来 说来也奇怪 这个孔雀真的认识自己家人 对那鸡都怕成那样 那宠孔雀一来 根本一点事 你出来呀 我就想拍拍你 哎呀 这是我们的宠孔雀 嗯 嗯 对吗 哎呀我们的宠孔夫 花狼 漂亮 你好美 好难聚焦啊 花狼 现在有点蓝绿色 他再找一找他就变蓝了 他是个蓝孔雀 这侠你干嘛呀 自己玩去拍孔雀呢 你看他背上的花纹果然真是公子 漂亮 他腿好长啊 他比我们家圈儿长 哈喽 感觉他挺温顺的 圈儿来喂点面包给你 不管他 你看我昨天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 家里没有那个铁丝网了 然后呢这个这个网子就是东拆开西拆下 补起来了 你看我缝的 这手艺简直是我缝了一下午 其实是这支的网呀 醉了 这补丁大了 好不容易给他全都照不起来 然后这下 哎这有个洞 嘿嘿嘿 这样拍刚好 这样这个圈儿就可以 啊 出来了 昨天影片没放出来 怕这位宫子跑了 他们都在吃吧 小宫子 花郎吃点啊 哎呀他的脖子真好 好看 你看这脖子 哇塞 哎呀呀呀 泛着绿光 爱是一道光 日子山亮 呵呵 这才是孔雀嘛 这是 我这是养了两只鸟 哈哈 圈儿我还是一样爱你们的啊 这个洞好难找 我在这里 谁在这拔了我 啊你要吃 啊 给给给 这跟鸡腔面包 你也是 好了没有了 好了没有了 哇塞 我看不够啊 我觉得太好看了 拜祷在你的石榴裙下 抱回家吧 三个一块在家养怎么样 看不够你 现在为了 跟他培养好感情 我还是先不抓他吧 我本来想说 近距离的拍下看一看 等一等 让他习惯习惯 新环境 这帮鸡 今天发现他们有点呼吸道的问题 就是这两天又是下雨又是下雪 跟他们口语吃个药 结果有几只自己跳出来 等仗吃了 大王别再追了 烦不烦 看我给他准备这个水 虽然很浑 里面是加了那个维生素 还有太乐军素 吃个三天就好了 圈 天天在火炉旁成长的圈们 现在被丢出来了 哎 有点可怜 有点心疼 但是能怎么办呢 是吧 你要和你的公圈在一起 你们三个要是直接回家了 那我家怎么 人都没法过了 直接住在鸡棚里了等于 你们老是待着啊 洗锅洗锅就好了 乖 虽然很心疼你们 却在这吃血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们 关注我哟 记得点赞哟